新政院推出简讯实联制 只要商家进行QR Code申请 民众只需要扫码传送简讯即可 柯市府上日以来努力推行医化 疫情以来也鼓励民众下载台北通APP 方便进行实名制 对于政院推出的新制 柯文哲认为政治的核心是执行力 重点不是公布了什么而是是否有效执行 未来会请资讯局帮忙 看看如何配合落实 如果疫情有不可测的往上再升的话 我们会更进一步的再加强这封锁 比方说是什么那个公共运速的量要减少 还有这个非民生必需的电脑 热令要停业等等 但是我觉得这样 因为从这三天来 我还是相信台北市民的素质 在目前这个状态下还能够控制 但是也要拜托大家维持这个状态 我认为这样慢慢就可以控制下来 不过过去台北市在 在医化你知道 还有相当的基础 包括这一卡一通一户你知道 台北通又有户又有卡 我们台北市大部分的这种学生证 还有这个公务员的证都绑又有卡 所以透过这些实名制的使用 应该我想就算我们配合行政院 应该也会更有效 至于未戴口罩出门的民众是否有取缔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 日前发布行政命令后 有授权警察局直接开单 相关开单数量尚在统计 都有利用扩音器巡逻车在各地宣导 相信市民的素质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